中東戰火一觸即發 讓國際油價再度回升 西德州原油26號 每桶就漲破七十五美元 法人認為中東情勢多變 加上原油期貨出現逆價 差達百分之一的狀況 油價未來一漲難跌 不只油價 海運也首當其衝 以色列進入緊急狀態 讓紅海危機短期內看不到盡頭 貨櫃運輸鏈持續面臨 擁塞缺船缺貴等問題 讓運價短線修正後反彈機率大增 遠東到歐美的運價 每櫃甚至衝破一萬美元 直逼疫情時的水準 眼前除了紅海危機 加拿大鐵路工人 美國東岸碼頭工人 都在跟資方進行談判 就怕一言不合 鬧罷工 恐怕將造成另一波擁堵危機 讓海運市場前景充滿變數 三地新聞 華少平一力亭綜合報導 您的工作 報告 您的工作